第十次照亮中国 2005年我们找到了他 中国起流感阻击站中冷静无畏的指挥者 我想我们各级受益行政主管部门 应该为广大消费者站好感 第二年 完善突发疫情应急机制 被正式列入中央一号环境 2006年我们找到了他 全国最早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路者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民办民官民受益 这一年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 中国大步走向重农时代 2007年 我们找到了他 守望山村31年的断壁武士 这一年 梦想的阳光照即现实 全国农村1.48亿中小学生 全面享受两免疫苗政策 2008年 我们找到了他们 奋战在梦川地震废墟上的 平民英雄 2009年 我们找到了他 一个离家六载的村官 一个永远离去的背影 我想 他一定想说 群众的认可 政府的肯定 就是最大的褒奖 2010年 我们找到了他 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 一个全国重量大物 科学精神还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其他人的本人 2011年 我们找到了他 毛巫肃沙地南远的 自杀鱼工 2012年 我们找到了 一个用笔复活了 乡土中国的著名作家 我实际上是一个会讲故事的 会写小说的农民 尽管我现在生活在北京 但是我的根还在 我家小雷春 2013年 我们找到了他 一个以身殉职的 植保站长 一个倒在田野里的 庄稼医生 这一年 国家统计局宣布 2013 中国粮食生产 实现十年增 这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 和国家命运交织的十年 这也是一个对农媒体 为一个农业大国 号角长宁的十年 从2005到2013 128个中国梦的践行者 透过他们 我们仔细观察 希望记录下 三轮发展的每一个讲页 透过他们 我们奋力传递 希望为农民汇聚起更多的力量 透过他们 我们大声呐喊 希望唤起更多人 对土地的关怀 今天 第十次寻找的脚步 已经结束 第十年的舞台即将开启 2014 谁的精神光芒 照亮三农 这一刻 新闻在场 历史在场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里是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4年度三农人物 翻证为你录制现场 有请主持人张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年啊 我们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 已经走进了第十个年头 刚刚历届的三农人物获奖代表 首捧奖杯 走上舞台的一瞬间 真的是让我心生感动 十年啊 我的身边的主持搭档 也换了好几位 那今天呢 我的这位搭档 他是跨界主持 而且跨度还不小 那他是谁呢 欢迎 欢迎孟非 张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孟非 办着这样的音乐上场 来到我们三农人物的舞台 是不是感觉特别不一样 倒没有特别大的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舞台 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 不同是 这是一个颁奖典礼 那是一个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相同的是这两个舞台上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人 都是老百姓 有交集的地方是 《非诚勿扰》上的男女嘉宾 有相当比例 也来自农村 对我个人唯一变化比较大的是 旁边站了一个女人 其他的都还好 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了 既然来到我们三农人物 颁奖典礼的舞台 那你对农村的了解有多少 这个话不敢说大话 所以我特别了解 这也不能说 但是我在从事生活服务类节目之前 我有十好几年从事的工作 是新闻记者和新闻主播 你看为什么你们请我来 主持这个典礼 也就是看着我身上 一身正气的样子 我对农村生活还是略有一些了解的 此处先有掌声 接着考 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那你知道三农是哪三农吗 我想应该是农村农业和农民 不错 来 给我们这位男嘉宾 二十四盏灯亮起 没有 好吧 我们接下来 正式进入我们的开奖环节 好的 在揭晓第一个获奖人物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在2014年夏天 一个炎热的中午 在天津某小区发生的 突如其来的一幕 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救命 不是89岁老人张金梅喊出来 此时他挂在半空 死神正向他一步步逼近 这一声呼唤 让那双神奇的手臂 远远地伸过来 穿过街道 穿过人群 高高举起 举着危在旦夕的老人 用手脱举着老人的 是三个农民工兄弟 他们不是风 却像风一样快 贴着墙壁 从一楼爬到三楼 他们不是钢铁 却像钢铁般坚硬 他们不怕随时跌落 也不怕粉身碎骨 一秒 两秒 十分钟 二十分钟 脱举老人的手 在战斗 三兄弟依然高高举着 闲色的汗水 淹没了三兄弟的眼睛 他们依然举着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为另一个生命 举起了一片天空 这是多么神奇的手啊 他们能让时间在这里凝固 他们能让人的良知复苏 还能让命悬一线的老人 获得新生 他们的行为 也在拷问着整个社会 托举三兄弟 举起的手臂 举起的 不仅仅是命悬一线的老人 他们举起的 更是 人间 真情 孟非你知道吗 其实刚刚这个杂技啊 是还原了一个 真实的新闻现场 就在2014年 6月17号 那个中午 当时呢 是天津一个小区的 一位89岁的老人 不慎从四楼的窗口 掉落下来 但是真的是命悬一线 就是悬挂在那 我看过这个新闻 好像后来是 三个农民工兄弟 把老人给救下来了 没错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出 我们的获奖人物 三农人物获奖者 托举三兄弟 贾小玉 刘新军 杨明 那一刻 正是这摆弄 钢筋水泥的时候 把希望和良知 高高举起 那一刻 正是这普世无华的农民工 用忘我的勇气 感动中国 托举三兄弟 托举三兄弟 用双手 托起人性的光辉 有请班长嘉宾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党队书记主任 傅律祥 谢谢颁奖嘉宾 我们见到了刚才片子当中的 哥尔萨 来到这个舞台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刘新军 我来自河南省南阳市 火龙区 六甲更一命新村 大家好 我是杨明 我来自河南省西川县 南阳市 高安村的杨明 我是河南省南阳市 西川县 上架构村 贾小玉 三位来自河南的兄弟 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 照片上看到那个样子 确实挺危险的 我听他们跟我说 你们三个那天晚上回家之后 有一个人被媳妇给说了一顿 是你们当中谁啊 我 我看你那个就特别有出息的样子 跟我们说说你媳妇说了什么 当时回家的时候 老婆在电视上 我们一个人说这个事情 老婆在电视上看到了 当时那个情形画面 看到了 老婆说 你当时都没怕吗 假如你要一旦有什么闪失 我还怎么办 就是说万一有了闪失 孩子老婆孩子怎么办 当然瞒然我 就是他说以后 假如要再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考虑一下 完全 先考虑完全 不过这种事情是好事情 再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 首先要注意完全 深明大义的媳妇 你们结婚了没有这两个 结婚了 你们媳妇什么都没说 媳妇也就说 这种事是可以做 但是必须注意自己的安全 刚才我们只是通过照片看了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 把整个当时那个事发的过程 那个场景 跟我们描述一下 也就是在6月17号的中午 我们三个就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九楼改造的 中午我们吃过中午饭 我们三个正准备去休息 刚好走到那个拐交处 那个老奶奶倒挂 那个空调外界那个楼底下 听到有人一声救命 然后我们三个都分不过身地 朝那个老奶奶掉的那个地方去 走到那个楼的跟前楼下 抬头一看 老奶奶倒挂在那个空调外界上 当时什么都没想过 我们三个从不同的角度 开始从老奶奶那个地方奔去 这个事后来没上了报纸电视 都采访过你们 经过这么多报道之后 你们三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三个人的生活 怎么老是你一个人说呢 要不然让他们也说会 你说两句 我们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 该怎么生活 该怎么工作 都还和以前一样 说没变化 确实也有一点变化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 以后又去干活的时候 有很多爷爷奶奶 见到认识我们 到就是我们平时作业 是在外墙上的 人家都把窗户打开 给递瓶水啊什么 问问 小伙子热吧 西瓜夏天什么 反正能力对我们很关系 让你们也感觉到了温暖 看得出来你是带头大哥 你说你感觉到的变化是什么 认识我们的人多了 就我们在那个 走在市场上 好多人一看到我们 那是托举哥 甚至咋不知 你们会形成一个组合 叫托举三兄弟 是吧 好 我们再一次 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他们用他们的勇敢的行为 帮助了别人 也照亮了他们自己的人生 谢谢 莫菲啊 你说当时你要那么做 你媳妇会怎么说 我媳妇会说 你能举那么久吗 举完了还得点赞 对对对 她应该说 你应该上去 年轻点更好 你一个人能举更长时间 其实我们看完这个片子 很多人也问我们 如果当时在那现场 可能普通人会先想到去报警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关键是 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每个人不一样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采取的办法不一样 好 我们继续来开讲 接下来即将上场的获奖人物 他们是两位 一年四季往山里跑的城里人 那么大山里究竟有什么 在吸引着他们 他们又在忙 或者些什么呢 有请2014年度 三农人物获奖者 四川省青川县农产品电商 赵海玲 中国农业银行 陕西分行 延安宝塔区之行 三农客户部经理 刘文平 一根网线 串起大山内外两个世纪 一台电脑 开出山区农民 制作新路 小农生产 与互联网经济的对接 解决农产品的外难 五年电商之路 它为两千多米 带取近千万元收入 它用新思维 打开山影世界 它用新经济 赋予山乡农村 三十年 爬坡月潭 中杰农村取款人 贷款人历史 两千四百亿万放贷金融 将国家金融 汇荣大众的阳光雨露 洒进偏远农村 农户联保 公务员担保 务仰担保 它的创新思维 因定制宜 助力二十二万人 致富增收 它用现代金融自卫 为农民带来方便 它用顺年一日的坚持 为山村带去繁荣 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楼文龙上台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也祝贺我们的获奖者 谢谢 海玲呢 是阿里巴巴全球十大电商之一 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我有个疑问 那刚刚你一开始给咱们山里的农民朋友 讲电商 讲网购 他们能接受吗 能听得懂吗 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回乡创业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拿着照相机去和农夫拍照 拍他们的产品 然后他们都显得特别的紧张 他们连 基本上很多山里的农夫连照相机都没见过 更不说什么电脑呀 网上呀 就是在他们的意识里面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说也费了不少的劲 算是非常的辛苦 那最开始他们的农产品最远能卖到哪 一般我们都是县里面都是大山嘛 然后他们最多的是拿到我们县里面的镇上面 能够卖出去已经就算不错的了 那现在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或者说他们的生活因为你改变了多少 我们团队回乡创业六年来 我们一直坚持深入到大山最远的地方 把农民的山货收到我们公司 然后通过网络和实体销售 我们最远是卖到美国 哇 真了不起 一根网线改变了山里人的生活 再问一下刘大哥或者大哥久等了 其实你的这个工作性质跟海灵有相似之处 就是一年四季总是要不停地往山里跑 翻山越岭 而且走村窜户 会不会有觉得特别累的时候 我们那里都是山区 农民主的比较风散 每次下下到农村都要待上一个月和两个月 走几倍的路 累了出来农民家里主 和我们农航和农民是一家人 农民的发展离不开农航的支持 没有农航的支持 就没有今天的发展 也没有今天的小康 说到这儿我还特别想提到他们的很多项目农民很欢迎 像我知道的就有苹果袋 还有大棚袋 还有养猪袋 很多 这都怎么个贷法 那不是养那个贷款 养猪的 这是带给农民的养猪贷款 是种养殖业的一种 符合国家产业的都可以贷 养牛养羊都可以贷 那我得问问你 那我要是养的特别少 我规模比较小 一两头或者种植的一些也不多能带吗 会有限制吗 养殖业没有规模限制的 只要符合产业的都可以带 太好了 农村的发展真的是离不了金融的支持 可以说金融激活了普通农户 更是激活了乡村 再次祝贺两位 谢谢刘文平 谢谢赵海玲 谢谢你们 我们接下来继续颁奖 对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获奖人啊 与2014年的另外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有关 就是云南鲁垫地震 对 有灾难就会有救援 在千里救援的人当中有一位 他并不是云南人 而是千里之外的新疆人 我们来看大屏幕 新疆切糕 一种层备受关注的民族特色食品 鲁垫地震 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危难关桃 是谁用爱心把他们紧密相连 让我感到很主动的一点就是 我当发到一个老爷爷的时候 他就拿着切糕 然后微笑地看着我说 一看就是新疆人 我非常欣慰 阿迪利买买皮土热 来自新疆喀什的一个90后维吾尔族小伙 人家我是第三代切糕的船人 8月4号早上上班的时候拿着手机 所以这个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了炉店发生了避震 心里很心疼 8月5号 阿迪利带着一万斤刚刚做好的切糕奔赴灾区 72小时 1260公里日夜兼程 我到了之后就开始给当地灾民发切糕 阿迪利带去的切糕 无异于雪中送炭 不仅是救灾物资 更是民族情谊 我的梦想就是把新疆更多的更有特色的客厂传递出来 同时传递出的也有属于西郊人的那份爱心和热情 各族一家亲实现中国梦 好 获得2014年度三农人物奖的是 切糕王子阿迪利买卖体土热 有请 来来来来 以后来就来吧 还带这么些东西 这就是切糕是吧 对对 听说现场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切糕 所以我就带点切糕给大家尝尝 我也没吃过 然后我这个上面写的是三农人物 然后是石 然后是切糕王子 意思就是切糕王子团队热地庆祝三农人物十周年 也算是对三农人物的一个私人定制 刚才片子里边说您是90后啊 对 我90年的 长得比较成熟一点 我 我 那个 我现场给大家切点切糕 给大家免费尝尝好不好 好好好 吃过这个没有 没吃过是吧 来着了 切 大概很快 切个半个小时就切好了 这些小朋友都是来自 我来喂的 小朋友您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新疆公主木齐 也来自和田 你是男孩是女孩 我是男孩 长得好漂亮 等一下等一下 这儿完了完事了 你多切几片 你多切几个往下送吧 对不对 小朋友们我们把切糕送给大家尝尝吧 那这块就给孟非老师尝尝吧 我不能拿这个啊 让小朋友往下送 尝尝尝 消灭别聊天 琴弒竄画观观光态 尝尝尝尝尝尝 我对新疆这个地方 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所以来自新疆的朋友 看得特别亲切 原因是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差点成为新疆的女婿 就像你这么大 那可以啊 新疆欢迎你 现在来不及了 好 来我们聊 这个颁奖的事 这个东西很贵吧 这个切膏 不贵 一斤五十块钱 一斤五十块钱不贵 这生活条件挺好的 当时你往灾区 送了多少切膏 送了一万斤切膏 差不多五十万 为什么会想到 送切膏这么一种方式呢 当时我也是通过新闻了解到 颅奖发生了六点五级地震 然后当地的灾民和军人 都在用混浊水泡面吃 就看着就非常的难受 又提到 当地紧急缺粮缺食 所以我就决定送切膏了 您是自己把送到当地去的是吗 对 我自己 8月5号出发 8月7号到达了炉店 你在现场看到的 那个场景当中 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其实现场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也比较多 像那些 志愿者军人在辛苦的救灾 还有那些小朋友们给他们发了 等一会又跑过来说 再给我发一块 等等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 我发到一个老爷爷手上的时候 他手上拿着切膏看着我 微笑着对我说 一看就是新疆人 让我感到很欣慰 非常的温暖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空正文工团 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 此作家严肃先生 为获奖者颁奖有请 一块气高 凝聚家人分 一份心愿 彰显民族亲情 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他送出的是世道人心 我们接住的是民族情谊 今年我们三东人物活动的 关注度非常的高 孟芬你知道吗 在我们网络平台 为三东人物点赞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千万 是不是历届最高的 应该是 跟我来有关系吗 没关系 大家的掌声可以说明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揭晓的这位获奖人物 他和诚信有关 和农民工有关 那如果说我们 第一个出来领奖的 那个托举三兄弟 是算得上 中国好民工的话 那接下来将要出掌的 应该算作 中国好工头 19年前 承包方写93万工程款失踪 他有工头 以永远债货 19年间 他风餐露宿 打工挣钱 给农民工还行 只因不愿为良心 19年后 56个农民工的每一分钱 都兑现承诺 他用汗水换回尊严 怀揣责任良知 践行人间道义 他用时间 证明领个普通人的信义 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农业电影历史中心 总编辑 赵泽坤 感谢颁奖嘉宾 你好 咱们是老乡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重庆人 人家说老乡见老乡 怎么来着 下面是 我耳朵 这个耳朵不好 你这个耳朵不好 咱们换一遍 人家说老乡见老乡 什么来着 两院雷汪汪 你什么都明白 这个老周 你岁数 你今年 三岁 那我们岁数也差不多 七一年的 你也是七一年的 我属出的 我知道 我也是七一年 也属出的 汉后是吧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套近乎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蛮崇拜的 你 我没机会上《非诚勿扰》了 等于这里有机会 我们又非常认识 她的荣幸 你想上《非诚勿扰》 你媳妇同意吗 我没机会了 我知道 好 我们不说那个事 我们不说那个事 我想问一下 19年前 我琢磨了一下 19年前 你的收入 年收入是大概多少钱 那有时 那个时候是做那个建材的嘛 有叫做工的 我那个老板 也是新洲国 关系很好 那个时候 有时一个月 整个四五万也有 有时一个月 整个两三千也有 四五千也有 那看那个工程 那个材料要多少 我今年那个 叫收入不定 你一个月 19年前 一个月就挣好几千啊 好几千是尝试 一天 有一两千的多 一天 那比起来 我混得就太惨了 那个时候 年轻其身嘛 就交的朋友比较多 就导致 一场都失败了嘛 93万这个数字 对于当时 你的收入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当时那个 都梦了嘛 老板跑了 我这计算 多半是一辈子 还这个债务 当时也不知道 找不到人生 上不到方向了 人生世界上 没有我的存在 那种感觉呀 就是我有时 跑到那个 一场那个海 和长江河边嘛 都有绝望的感觉 所以我最 经常心里想 这样不对呀 我说我还 身为养我的父母 还有 我那些朋友 对我那么真诚 我最后一向 下定决心 大不了是 死都不怕 怕什么呀 最后我坚持这个信念 我不相信 我这辈子还不清 这个账 花了19年时间 把债还完了 还完了 还完最后一笔钱 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我现在无比地轻松 觉得 这个世界上 还关心我的人也很多 我现在 我也是努力 去帮助别人 我做了 义工 也帮助了 失学儿童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是很好的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做义工 帮助别人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一行的 这个相互欠钱 这时候挺普遍的吧 普遍 有的老板 就事实上 我都遇到几个老板嘛 我209年的钱 都没收到 他才我的善良 我们这人 一般的别人是老板嘛 给别给留面子嘛 一不给就拉倒 好有时候问得烦了 就不想问了 有的老板 都是踩我的弱点 那有没有人欠你钱呢 暂时还是有一个吧 欠多少 五六万块钱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算了 留面子 他面我 等一会啊 难得来一次 中阳台的节目 播出之后 为你讨回这个 五六万块钱 是很有帮助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人叫什么名字 算了还是留面子 多么厚道的人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出来 他们不不播出 他们的事 对不对 现场说一下嘛 你再想 你不说 哎呀 人不要做太绝了 我的母亲是想感化他 我所做的一切是感化那些 没有良知 没有道德的老板 所以是我一直 坚持到现在 要让所有的那些老板 都向老周学习 做这样讲诚信的老板 共同 有这样的老相 我也感到很光荣 谢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4年度 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那在颁发下一个人物奖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 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大屏幕上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照片 这是1993年拍的一张照片 上面的孩子 一个男孩叫杨树林 当时不到四岁 可是在一年之后 杨树林失踪了 从此 他的父母 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 他两个小儿一路 走起 他都睡着 他喊了我的婆婆 你那个玩具 那给你带走 但是我心里都很紧张 我跟老婆在云南那边打工 打工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在那时 跟现在不一样 又没得 这个 参讯也不方便 我到处找啊 如果能找不到啊 自己讲写信我也写不成 老实在小孩掉了半年以后 回家的时候 才晓得一件事情 我妈当时是为这个 为我那个儿子 打撒个神经都搞得不清醒 我为饭为恋为男人们把他为妻 为妻四岁多了的生意地 我们在电视台上看了有一个男孩 很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跟我老婆一起到成都去 做第二件的 结果不是 不是我 哭了吗 累了吗 有没有想到你的爹娘啊 心里是不是爱又太多情 我祖上了 把路都回身边来 我今天去世路了 现在回来 带着好嘛 我妈在你屁 我看着是一样 到现在我儿子掉了 已经快二十年了 基本上就是要把小孩找回来 已经就没得好多希望感觉 我找出来的话 如果想让我死了 我就没力了 根据国安部的全国打拐 丁西西库的比对 因为你们夫妻两个的血药已经入库了吧 就你们孩子找到了 因为DNA不会有错的 这个孩子呢 现在在广东打工的 我们正在已经通知当地警方联系 二十年了 我也没得啥只好听的 动听的吃 但是我心里真的 很感谢我给举个工 这是我儿子的 自宇的 我们是三次两开始 在广东打工 自宇的 20年 DNA终于比对成功 失踪20年的孩子终于找到 这一家人的最终团圆 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 中国打拐团队的 领军人物2014年度 三农人物获奖者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 陈世渠 他是利用新媒体 构建打拐广络的警察 他是推动儿童失踪 当即立案的警察 他是通过全国打拐 DNA数据库的高科技手段 为失散家庭寻亲的警察 肩负国家使命 新装生死相托 打拐勇士 让破碎的家庭 重拾圆满 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柯炳生 好 感谢颁奖嘉宾 谢谢 陈主任啊 我特别有个问题想问您 您看您多年从事打拐 那如果说您接到这个孩子 有失踪被拐的案件 报案之后 会立刻启动什么样的程序呢 公安部建立了两个程序 来应对拐卖儿童犯罪 第一呢 是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 就是公安机关接到 儿童失踪被拐的报警之后呢 由县市区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 调集相关警种的警力 迅速开展查找 力争在第一时间之内 抓获犯罪嫌疑的人 解救受害人 第二个机制呢 是侦办拐卖儿童案件 一掌三包责任制 简单的说就是 儿童失踪被拐案件发生之后 要由当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的 主要领导 或者主管领导 来担任专案组长 成立专案组 对案件迅速开展侦查 要承担这个破案 解救受害人和安抚受害人 这三项责任 案件不破 一掌三包的责任 不能解除 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 和侦办拐卖儿童案件 一掌三包责任制 结合起来 是公安机关应对 拐卖儿童犯罪的杀手锏 应该讲成效非常好 孩子一般在被拐的时候 年龄都特别小 那找到之后 可能过了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长相可能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该怎么办呢 针对这个问题 公安部在2009年 建立了全国打拐 第一信息库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要把失踪被拐儿童 父母的血样 和来历不明 疑似被拐的儿童 他的血样 输到全国打拐 第一信息库里去 这个信息库 能够自动比对 就能知道 就哪个孩子 是哪对夫妇 在哪年丢的孩子 就能让他回家 也就是刚才 片子当中看到的杨树林 就是这样被找到的 是吗 陈主任 今天杨树林的父母 也在现场 他们一定要上来 亲自给您说一声感谢 这个请求 我想我们无法拒绝 来我们请杨树林的父母 上场 欢迎树林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听到孩子被找到的消息 第一时间还不太敢相信 我找我的儿子 差不多20年 这次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绝对还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以前骗我们很多 但经过这一次 真真实实地找到了 也就是说 我这个家庭 结束了我们20年的悲惨生活 在这里 我感谢你们主持人 和各位嘉宾 还有我们这个 打过来的这个陈警察 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树林爸爸妈妈 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们 就在两天前 公安部门已经联系到了 杨树林本人 他现在叫刘星斌 在广东东莞打工 为了让他及早能和父母见面 这个家庭能及早团聚 我们特意把他接到了现场 树林爸爸妈妈 你们看 你们看谁来了 小小的小孩 小小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能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已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熟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也就是看着我身上一声正气的样子 那你知道三龙是哪三龙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人叫是命的 人不会做太绝了 人不会做太绝了 旁边站了一个女人 我媳妇会说 你能举那么久 我可以了 你说出来 他们播不播是他们的事 寻找三龙人物 追逐中国梦想 CCTV2014年度三龙人物颁奖典礼 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在三龙人物十年 过程当中 我们有无数让人难忘的瞬间 那究竟有哪些让我们如此难忘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 原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您培育那个超级稻 你觉得我吃哪个品种还能长个 要吃我那个超级稻 一年可以长两厘米 你吃了五年可以去长高了 那我要吃十年何不超过姚明了吗 两厘米嘛 一年两厘米嘛 十年两厘米嘛 你现在一米六嘛 你到了一米八 那么我首先表个态 我这个今天的这个杜老师啊 他就是我要帮助的 等会议擅长以后 把你学校所有需要帮助的 所有的费用的一个清单给我 我一次性给你到位 从非资助的 艳雨清清 他就是我爸爸 就是我没爸爸 我现在刚刚做完第十次化疗 一般人也扛不住了 但我也挺过来了 我心里边还有个希望 那就是我恢复好身体之后 我要到山区看我的儿子和女儿们 我想他们 是那荒谱的 大浪草沙脱起 大歌与呀举类心 说心里话 我知道要给你开奖的时候 我只有想了一件事 我本来想 你跪了三十八年了 为了这些孩子 今天 我应该 给你 我代表所有 曾经你教过的孩子 那些父母 说一声 谢谢你 陆老师 我近距离看孟非 她已经眼圈湿润了 确实特别让人感动 今天呢 我们这个特殊的现场 也把其中的一组照片当中的人物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 我们有请2006年度 三龙人物获奖者 贵州省前南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 杨福民族学校乡村教师 陆永康 和当时的颁奖嘉宾 侯耀华 欢迎您陆老师 欢迎侯老师 说心里话 我今天看见陆老师 特别高兴 凭着这两只拐杖 她能直起腰了 三十六年 教学 跪着 爬遍了她 深处的小山区 而让我最受感动的 是她当初 负责的那一片 孩子 没有辍学的 当时有很多人 去问她太太 说 您有什么需求 她说 你们就多给我捡点 坏了的篮球 足球 和那些个 汽车的 不能用的外带 因为她要绑在腿上 爬遍那个小山区 为此 在当时 我才有了那种冲动 今天看到陆老师 我非常高兴 正像我刚才 对记者说的 只要对这个民族 做出过贡献的人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她 谢谢大家 我也想问一下陆老师 这几年过去了 您所在的那个学校 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们的学校 变化很大了 以前 人们有等的年代 一去不复返 我们学校现在是 这个大学路 有多功能的教室 有电脑 学生的住宿 学生的食堂 生和得到改善 足不得提高 所以我感谢共产党 谢谢 两位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请两位 继续为我们开讲 好吗 好 2014年度 三农人物 创新奖获得者 河南城州口市 西华县农民 有中国制土人之称的 党勇赋 公云可讲 那是山东省青岛市 安州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连强 奉献奖获得者 湖北省汉川市 激公州村 献血大王汪延平 一节不一 心性环保 八百万亩污染土地 在他手下重获生机 身为农民 潜行科研 创新研发肥料减量 和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 他是登上联合国演讲席的 中国农民 他用二十年执着 诠释对土地的深情厚爱 春节买票 他用飞机送百名老乡 回家过年 工商讨新了 他挺身为农民工仪式 讨回公道 邻里相亲 仗义守信 素美平生 他照样出手相援 他是仁者 更是侠士 在守护农民工的工艺路上 他始终奔跑向前 质品人以热衷无产献血 九年累积献出十五个常年人的血量 以声作则 义武宣传 无产献血第一尊 应他形成 谁说一个人善举力量微薄 他救死扶伤的信念 早已感染山乡农村 他是献血大王 尽管年过不惑 热血依旧滚烫 有请2007年度三农人物获得者 著名玉剧表演艺术家 小湘玉上台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谢谢 也祝贺获奖者 先问一下党勇富 你被大家称作制土大王 那接下来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自离土壤污染 自离被化费 被农药被种结树污染的土壤 为自尊猴带留一片净土 我们也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果 那问一下王连强啊 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是多大年龄 你还记得吗 32岁的年龄吧 当时啥感觉啊 挺好气的 好像大骨铁包花椒 青岛人是吧 特别美怎么说 没嘴的 没嘴的 你知道吗 其实你去年给农民工兄弟买票 让他们免费坐飞机 他们心里心里更是美得很 今年又过年了 然后今年咱们农民工兄弟 怎么回家呀 今年来收工到 他们在42月初 远南一千就回家了 这个在回家之前 我去了一趟工地 跟伙计们拉拉拉 我说伙计们今天来回家 还有坐飞机吧 伙计们 一口通通的说 不多了 这个坐飞机 坐一次旅行啦 像是这样旅行啦 老板你要是正义那个信息的话 你把坐飞机 和坐飞机的差价 你给我买 我们买点东西回家 赏给父母老爷 坐好 我就给伙计们 送了700块钱 伙计们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这连老板带员工都实在啊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实在 另一个原因 有可能啊 也是民工兄弟 嫌中国民航玩点太多了 这点你给他们说说完了 开个玩笑啊 汪延平被称为献血大王 我问您说 我也献过两次血 我一共就两回 十年76次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 生动一点 因为这个血液在人体里面 占体重的8% 十年来我先写76次 大概就是 大约有七万多好生血液吧 人一共是多少 人一共有 就是说 一百斤 就大概有四千多好生血液 那算一下 得十好几个成年人的 血的总量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掌声送给他 真是了不起 可能也许你可能不知道 您现在血 可能不知道在 哪些人身体里边流淌着 带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好 谢谢三位 再次祝贺三位 获得三农人物奖 谢谢你们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4年度 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那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揭晓的 这位获奖人物啊 他是一个极有观众缘的演员 八年演了九部农村戏 而且是演一个火一个 活灵活现 对人物的刻画是 入目三分 我是没有经历过 就是真正的农村生活 以前呢 我对农村生活并不了解 我连这个韭菜 和小麦我都分不清 没让你走啊 是你自个儿提出要走 那你走呗 你干什么呢 收农业税 然后有一个在城市打工的 这么一个农民 叫喜冯田 他觉得有了好政策 他就毅然决然地 离开了大都市 回了家乡 为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 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 我也是很喜欢这个事 很欢乐 就看着就是 就觉得 我很愉快 我最喜欢看到 就是那个喜冯田的故事 他演那个农民 表现得很 活灵活现 说 道亮 后头道亮 你别看我眼睛小 耶 我这个鼻子 好试着呢 我是觉得农村喜 是最有情感 最有挖掘的 后面有人追我 不是进城打工去了吗 都你这个行为往严重里边说 那叫绑架 知道吗 还更多老百姓爱看的好信 我是林永健 咱们农村系里 见 好 获得2014年度三农人物奖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话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 林永健 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分党主书记 祝贵副主席 张显 好 感谢颁奖嘉宾 谢谢 祝贺林永健 获得三农人物奖 我觉得你这个名字特别好 包括刚才我们小片中也提到了 很多影迷说 说林永健是树长青人永健 特别喜欢你 谢谢 他们还说了 说您形象特别好 我形象好吗 小眼睛大刺牙 人家说了说 林老师这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 演活了多少人物啊 是 我确实演了不少戏 什么我盘点了一下 工 农 商 学 兵 小人物 大人物 好人 坏人 男人 还有女人 最后 最后这个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春节晚会那个破了像了吗 说到这儿 我特别想问林永健 你看演了这么多农村戏 对农村的了解 是不是现在也很多了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这个 我这不现在正在拍一个农村戏 我昨天半夜回到了北京 我只要是一到现场拍 只要是农村的 跟老百姓的戏 我就心里边 我就特别的激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只要跟他们一演戏吧 我始终心里边在涌动了一股热流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 给你个农业小知识的一个提问啊 比如说这个奶牛 它是公牛啊 还是母牛啊 那它是奶牛嘛 它是下奶的牛嘛 那你说下奶的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呀 那你说呢 它是母的嘛 对吗朋友们 鼓掌也并不代表你对了 这个奶牛啊 它其实是一个品系 既有公奶牛 也有母奶牛 当然了 下奶的是母奶牛 有商业价值的是母奶牛 行了 今天学了一招 林永健跟这个农村 有很深的感情啊 我知道你的儿子 小名叫小土地对吗 为什么起这个名 在10年的时候 我正在拍一个电视剧 叫我叫王土地 那一年呢 是我儿子出生 我为了纪念这个戏 我就给我儿子 起了个小名 叫小土地 还有一个 起这么个名啊 好养活啊 接地气 踏实 嗯 其实刚才林老师也说了 是从千里迢迢的广东片厂赶过来的 很辛苦 而且一会儿还要赶飞机回去 拍的什么戏给大伙说说 现在正在拍一个 依法治国为题材的一个戏 叫中国式法庭 那么我在这个戏呢 里边演一个乡村法官 说实话 说实话 在演这个戏 就像洗烟田的时候 我韭菜和小麦分不清楚 那么在演法官之前呢 我也好多问题分不清楚 那么通过这次演呢 我分清楚了 嗯 说实话 我们在电视里边看到的法官 说带某某被告 那是刑事法官 那么这次我演一个民事法官 民事走街串巷 调节各种矛盾的 别小看这个民事法官啊 其实他断的案子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什么张家长啊 李家短啊 我儿妈的三只眼啊 孩子屁股后面掌块选啊 他都是一些小事 但是 这些事情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引发刑事案件 所以说这个基层法官啊 尤其是这个民事法官 他的这种责任感很强啊 我很佩服他们 太好了 我们也期待早日见到 永健的新作品啊 演更多的农村信 还有没有给这个广大影迷 还有喜爱你的观众朋友 说几句话 没别的 咱就是个演信的 把信演好 老百姓喜欢看 必啥都讲 谢谢 你不给咱们影迷合张影吗 对啊 你看 这个这个 今天在座的 因为我站在台上 有好多 他们都叫我粉丝 我也叫他们粉丝 也是我崇拜的粉丝 我想跟他们拍个合影 可以吧 有备而来啊 你看着啊 看着我 你怎么拍 我这么拍 我喜欢 谢谢永健 回头别忘了把照片 发到我们三栋融物 官方微博上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讲 孟非啊 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啊 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 是的 那这个群体呢 也是每年的我们三栋融物 颁奖典礼上 必不可缺的一个身影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老师 他的最大的特点是 他自制了非常多的教剧 我们来看一条片子 我是一名乡村体育教师 你学校器材的景气 我做的第一件体育器材 就是半性 是出1990年时 正一个就是 今年推出了一个新的 为了学生的案件 做到我的子弹 它是软的 用的是零球 在我做的这些 学生最最喜欢 就是健身球 我现在发展到30年 他们高兴 我比他们还高 做到做不动为止吧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农生孩子 和成年孩子 一样享受好的体育交易 2014年度 三农人物获奖者 云南省昆明市关渡区 白汉场中心小学体育教师 毕首经 一双鲁班巧手 编织孩子同你的快乐 一份教师责任 三十年寒水 巧琢巧思 苦素之中健腿大 平凡之中显高山 他用情温暖质子的心窝 他用爱撑起松瓦 身强体健的明天 有请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徐晓 上来颁奖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毕老师好 你好 莫老师你好 我老师不敢当 首先恭喜你获奖 跟我们说一说 你做的 为什么想起到学校 做这么多教剧 但这个话说起来就有点长了 因为我当我当体育老师的第一天 我到学校以后 我把课备好了 我就想到体育室起器材了 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 老鼠就蹦出来 立马就要把我吓一跳 我再一看里面的器材 有什么器材 一个破皮球 残肢断地的 乒乓球和隐磨球有一点 所以当时我就懵了 我这个体育课怎么上 这个时候我就想要 自制提器材了 从农村学校 提器材的严重启发 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的学生 他们爬树 爬鸟窝 捉蛇丸 抓什么鸟啊 抬着那个木棍到处乱挡 还有这个玩泥巴 缩那个头砍 等等 导致不安全 不卫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出现了 我听您这个表达 可不像体育老师 我觉得您在开一门 语文课也会讲得很好 我恰巧我的语文课 就是最差的 而且讲话的那个高度 像当地教委的领导干部 我给您开玩笑 你一共这些年 做教训一共做了 得有多少啊一共 一共做了106件 8000多种 现在有准确地讲 800088件 这些教训您都带了 带了一部分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那个教具带上来 来我们现场我看 也有小朋友吧 要不然这个 找些孩子来玩 想不想玩这个 来来来 可以玩吧这个 可以可以 这些器材男子都不到 我们看看这孩子 会不会玩这些东西 这个是锻炼他们的平衡力 和勇敢的进行 孟老师你猜猜 那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我说 叫不上了名字 您跟我说 他这个是锻炼孩子们的什么 这个是健身体育 他锻炼人的一个喜调 跟跳水的功能差不多 来我来问 我找个孩子问问 来来来 过来过来 来来小朋友 你们平常在学校上体育课 都玩些什么呀 我们都玩足球 篮球 还有羽毛球吧 这样的教具 你们玩过吗 没有 觉得好玩吗 很好玩 一学就会啊 接着来吧 那边还有组合似的 那两个小朋友玩的这个是 板鞋 板鞋 他关联的人的这个 团队竞然 有那个大的 有那个大的 那要好多孩子是吧 我看这要十个 十个一双 我不知道那下面孩子有多少 那还有几个 能不能一块上来 来 来吧 小朋友们 来你们把这个搁下来 把这个搁下来 去玩这个大的 来分两组啊 分两组 毕老师 要不然男孩一组 女孩一组 很好很好 请老师指挥啊 叫我们踏步一样的 安全第一 手要抓弯 步调已知 准备 起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看 一 手抓紧 这边 这边走不了了 这个 你们怎么回事 这边抬不起来 好 准备 准备 看老师的 准备 走 走 一 走 一 夹 一 夹 一 夹 一 好 给他们的掌声 好 好 孩子 等着这些小朋友 爬起来 快点开始 从左下开始 领备 起 走 一 走 一 好好好 我们谢谢小朋友 也谢谢 刘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个无所谓 咱出的就是链河 一啪 舒畅 长江山东北边 老小圆门们 咱给上这个布边 二丁一丝 不停就第一丝了 两十大逢手 咱老百姓都不停止 等你有了钱了 日子过的天了 你们画的满满满满满 这也是鲜的 当地考虑小随 中阳 到底不妨 一步一个就让农民越累越吃香 藏里边有料 咱心里边才哭慌 你看咱老百姓洗的脸上只疯狂 所有的逢手喜悦 咱在这里不再淡溜 住院咱们的国家一会儿走的越来越好 二临一四年 咱们一起走过 二临一五年 我就要再创鬼狂 丰丝的小客 一顿说 丰丝的小酒 一顿色 农业发展了 产量嘎嘎高 嘎嘎就是高级 洗上我的眉梢 最浓的正经 一个又一个 我大棚里飞出了欢乐的歌 开着小车 逛着大街 瞧我这小生活呀 崩会有多彩 来我家给你呼地管年薄米 他在炕头上捞着丰收的惊喜 摸着我在拉后的大钱包 爱与我的嘴痘 脸的后脑勺 他丰收着梦想 丰收着希望 丰收着喜悦 在希望的田野上啊 有朋友 跳着人最老爽 幸福的道 感愿走越亮头 我们撒下这些东西 拉了英式文化 非得英式文化 吃饱鲁皮 咋子战胜回家 才想起了羊醉 守吾莫是蜜 腕头反复跑更近 六花剑 只是意 原来考虑天之天 然后考虑之地 全都知识 更智慧 云运考虑是自己 当的人才高过积极 带的东西松丁 只不敢用那一期写 手就好像是极其 我们真是白切 就到我儿是真切 想你相信 兄弟和亲 全部都在炸解 某某的这八字也不得给你炸大 你看话都存变化 你都要说咋啦 存在道国 家宝就得给你斩大 是得爱国的私人 你都要说倾撒 如果碗头又回国 有巴士得搬杠 是来终会未来四川 哪一体惨啦 不耐这个仨 卖天的景慌 借是丰盛的喜悦 大伙都笨猫 是当的政策好吗 就是这么美丽 坚持社会主义 这层地让你满意 从南到北 人们连上挂不着笑容 何不如嘴 冲动 都喜在这土地景色弥漫 剩所夫系统你的家 向到我的家 想有吗 四二年锁花 天哪地大一片分华 有党终也不怕 日常过得束缚 我们只慢慢享受 睡觉打着虎享受 卖天和阳光 进球孕育了守祸 茫环整个走末 我看到大家伙儿 辈儿搞兴 嗝嗝乐 老百姓的生活 安逸里透着满足 藏着这片土地 我看着老牛粉图 景象太繁荣老人走了 不思熟 农民没有负责 从此当家做主 撒下美女一万 就是撒下了希望 豐少的喜悦 在这希望的片叶上 心里面越长亮 就轻轻地大声唱 这歌声飘在 希望的片叶上 这歌声飘在 希望的片叶上 我听那个故事好像我大概其实听明白了 是一个跟粮食有关的故事 是不是咱们连续多少年 那个粮食丰收增产是这个意思 十一连增 十一年 很厉害 确实很让人激动 很让人兴奋的消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即将揭晓的两位获奖人物 他们就是一直和庄稼打交道和粮食结缘的人 有请2014年度三农人物获奖者 山东富民家庭农场主魏德东 农业科技工作者王毅 作用三千五土地 贡献四千公产量 一个农民用对土地的个案 将一块零四零片集成家庭农场 用现代农业的业 守住国人换款 向市质展示 中国农民捍卫粮食安全的决心 多年探索 一朝两件 他带领团队刷新小麦韵 最大面积高潮纪律 实现冬半粮 一个农迹工作者 他的梦想很简单 用一粒金黄 换凉风民安 有请颁奖嘉宾 农业部副部长陈小华 好 感谢颁奖嘉宾 谢谢陈部长 首先祝贺两位 获得三栋人物奖 先问一下魏大哥 你是家庭农场主啊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家庭农场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认为啊 主持了家庭农场以后啊 他就举别了发展资格了 和这个 可言牙球合作啊 和神龙器合作啊 都很有优势 再一个呢 思想规模经营以后啊 也有利于 这个显片中显接触的 推广应用 再问一下王毅大哥 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端拌粮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是这样的 像我们七个县呢 一年种植粮食呢 是一年种植两季 一斤的小麦 一斤的玉米 这个端拌粮呢 是一亩地 小麦的产量 加上玉米的产量 超过呢 一千五百公斤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一亩地一年 可以打一斤半的粮食 对对对 嗯 如果说啊 我们设想一下啊 你的农业科技 再加上 魏大哥的家庭农场 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想呢 这绝对是 老虎身上长翅膀 如虎添一把 说得好 说得好 确实啊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人口大国 粮食足天下 所以呢 在这儿我们要感谢 谢谢所有的重粮农民 也谢谢两位 为我们的饭碗的保障 和丰收带来的希望 再次祝贺两位 获得三农人物奖 谢谢 出摸我 用你的双手 感动我 拨开黑夜的寂寞 你忘我 你忘我 用你的双眸 唤醒我 踏破寂静的沉默 你坚强的笔膀 为我把风雨阻挡 你温暖的笑容 你温暖的笑容 为我抚平感伤 你动人的泪滴 我前行的力量 你宽队 你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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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抬发 尽口青天 让我们的梦想 飞上蓝天 孟非你看到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奖项都已经揭晓了 那近距离的接触 本届13位获奖人物 有什么样的主持感言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普通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却做出了如此不平凡的业绩 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绽放出生命的光芒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朴实 也很真实 他们是中国乡村前行的推动者 他们是一群离土地离乡村最近的人 他们是中国乡村梦的造梦者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记住他们 欧歌他们 好朋友们 阿里斯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到这里就结束了 现在是离别的时候 更是我们再出发的时刻 让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